古代名人书房对联八则,最后一位的一般人谁敢挂? 书斋是中国文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在这里读书、创作、思索,同时也将书斋看成一种精神的寄托为书斋命名、为书斋提携对联,来表明志向、寄托情怀、勉励自我。 1.苏氏 发愤十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氏从小就聪明好学,且拨烂群书见识不凡。 他写了十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这样一副对联,挂在自己书房。 父亲苏荀一日来到他的书房,看见对联,按他儿子如此不谦虚。 于是,找来几本文词深奥的古书,让苏氏看。 苏氏翻开书却发现,书上的字他有很多不认的,心中十分惭愧。 于是,将连羽各加了两个字,成了,发愤十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2.陆尤 万卷古今萧永日,一窗昏晓宋流年。 宋代大诗人陆尤,以书为伴,将居士取名为书巢,并自提一连。 万卷古今萧永日,一窗昏晓宋流年,御书数量之多,内容涉猎之广。 陆尤废寝忘食,首不试卷,流连忘返,发愤读书的情景,悦然可见。 陆尤自幼好学,一生酷爱读书,自称我生学语及单书,万卷纵横言语哭。 3.黄庭坚 诗霸春风荣草木,书成快见斩交托。 这是北宋大诗人黄庭坚的一副字传书摘连。 上连言吟诗之位,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如作春风, 每每银霸一诗,便觉春光在眼,似见草木荣发妙手回春。 下连则体现的是,作者作为书法家的功力,在写字时, 那比例千军,犀利风快的铁化银沟,由四顿线眼底,犹如快剑斩蛟龙。 4.张在 夜眠人静后,早起鸟提鲜。 这是宋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张在,年轻时挂在自己书房的一副字转帘。 用来勉励自己要抓紧时间刻苦读书,表达自己励志求学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和毅力。 这幅连语不但写得通俗流畅,而且对账工整,用字规范,于平淡中见真意。 5.徐霞克 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轻。 这两句对联,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克,自提于小香山梅花堂。 对联既突出了春天美好的景色,又体现了诗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梅花的品性高傲清廉,于事无争,自古为文人所推崇喜爱。 上年的千年艳,点出了梅花的悠久历史,暗喻本家族爱梅风上代代相传。 夏连的一样轻,道出了自己智洁行高的情怀和不随俗流的人格。 6.郑板桥 咬住几句有用书,刻意冲击,养成树干新生竹,直四儿孙。 正版桥爱竹,人尽皆知,他一生赏竹,画竹,永竹,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斋的这幅对联,既有着对书籍的热切,也有着对竹的热爱,正是他的画像。 7.徐外 于省师梦来桥叶,风载书生出偶化。 这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徐卫的字题书舍连。 徐外滋滋不倦地耕耘一生,创作甚丰。 本连正是他其余读书和写作的真实写照。 既写出了书舍的优美环境,又体现了作者潜心创作的情态和专制学习的知识。 8.王复之 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火买。 此年表明了王复之凛然大义的崇高气节,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既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 前一句是说自己致力于儒家的学术研究。 王复之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注和创新。 后一句的意思是明朝亡了,七尺难而岂能屈服。 整体两句就是表现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人生追求。